我打過 但是被你打敗 打得很慘 沒關係啦 這樣輸都被你唸光了 球都要給我們打一下嘛 我們先來看這場競爭相當激烈的比賽 我要第一開始就讓愛哈達迪跑進籃下 這個演故第一時間機會出來 心安必沒有出手 對方球員也跟得很快 剩下兩秒鐘了 曾文廷在 喔 愛哈達迪面前投進兩槍 不過他三分球的命中率22% 三秒鐘 呵呵 馬提起教練您看看 所以他也會有一些大動作 沒錯 尤其很想贏地主隊 喔 陳希恩 哇 送給了曾文廷 這是心安的視野 愛哈達迪就是要對到他 不讓他有從小籃籃球機會 又交給了曾文廷大防洞 這個拋頭太高了 打籃球 曾文廷還有跳到的機會 手陣 沒拿到 但是是伊朗球 可惜 哇 很少喔 看到陳文廷這麼拚耶 連續跳了三次 好 愛哈達迪 哇 又是學齡在防守他 給他愛哈達迪 他一定要磨到裡面 結果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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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哈達迪要重新示範一下他剛才下球的動作 給裁判看 而且他這個 他跟裁判的溝通還蠻良性的 一直說 Please Please 我並沒有走步喔 真的走步了 韓國裁判沒有冤枉卡 好 球還是轉移到了愛哈達迪的手上 陳信來過來做褒獎 愛哈達迪這個拋物性相當高 籃板球 林智傑 球在另外一半邊 陳信來來掌控 好 曾文廷 再次嘗試 三分投進了 愛哈達迪就是不出來 對 不過我們說愛哈達迪他不出來的話 整個威力就沒有了 問題跟愛哈達迪碰到的是一樣的 對 你可以看 他不能出來 你出來之後呢 他可以用速度過你 過了之後呢 這整個進出是空的 跟中華隊是一個抗疼的狀態 對 又給曾文廷 還是不出來 曾文廷空上癮了 我跟他講 這時候呢 麥婷這個教練呢 真的是兩孩 進攻時間剩下7秒鐘 還是交給了曾文廷 曾文廷切到禁區 在愛哈達迪面前 而且這次的伊朗球員也做一些的協防 那曾文廷這次沒辦法切到 愛哈達迪交到空切的隊友 進攻時間剩下7秒鐘 曾文廷帶一步 又再三分的線投進 這回面對的是卡杜斯特 他 大家的話題 茶餘飯後的運動話題 除了王建民之外 就是窮四杯了 當然我覺得在今年喔 我們可以看到林智傑 陳信安 包含曾文廷 這個我們說在之前 號稱F4的一個陣容 高調進區 愛哈達迪轉身的出手沒進 雙方外線的狀況都不是特別的好 卡拉尼到進區裡面 就是要跑給艾哈達迪 哇 梁靜民還賠上一次犯規 伊朗球員呢 你內線打不進去 如果你外線也沒辦法投開的話 要贏 韓河容易很難的 不斷的切入 撕裂你對方的防守 你不靠近來我就上了 所以現在狀況隊的得分來講 其他拳都是處於一個盪季的狀態 好吧 昆尼 艾哈達迪到底上不上來 他上來了 曾文鼎的出手力道大 簡號再一撥 這是一個進攻籃板 再轉一大腳 張宗憲 球又被撥掉 假動作 切到進區 瓦西 頭部的太真穩 都交給艾哈達迪投進 曾文鼎 沒機會 跟對方球員兩個人倒在地板上 順便談一個小戀愛 不過曾文鼎 其實卡拉迪是一個小動作 他開腿 你看兩個人在樹下 對 這個月色多麼的好 所以現在進攻時間時間是9秒鐘 對不能一次採取區域的連防 艾哈達迪沒投進球 撥出來 球掉在地板上 中華隊拿到 張宗憲 哎呀 運給了艾哈達迪 對方給小球 進區再交 曾文鼎拿下來了沒 JUMBO 哎唷 哎唷 這這這 已經騎到曾文鼎身上了 卡拉尼 怎麼回事 不過卡拉尼這球 我只能說 他也算是喜劇演員的天分 他演技的成分 你可以看這球 他知道沒有就先跳上去 抱住 而且你可以看他直接是人啊 壓在曾文鼎的身上 對 後面是 性感去扳他的腿 卡拉尼今天還蠻喜歡跟曾文鼎兩個人躺在地板上 轉身出手是艾哈達迪 曾文鼎買犯規 球沒進 這是曾文鼎最棒的一個買犯規技巧 好 這球罰制 縮小的可能 兩罰都進 找不到隊友 曾文鼎要做好防守的準備 合身出手 每件 藍板用摘的 殺技 艾哈達迪的罰球命中率還是比合身高 硬 硬棒棒 如果他出的就是艾哈達迪這麼樣的 他早就還是留在NBA 陳鑫安在單邊 張宗憲過來 艾哈達迪在那邊等他 又是進去裡面的攻擊 很少有機會對到這麼高的球員 或是打一些對抗賽 你去哪裡找一個將近220公尺的球 現在陳水現在也上場 還有撿炮 中華隊希望三分外線能夠投開 陳鑫安開後門 這個球完全是信安跟曾文鼎的 兩個人默契的配合 轉身要卡曾文鼎 兩百球信安拉下 馬西這個球也打得太勉強了 哎呀 要特別小心啊 林志傑 再給到呂正如 這不是害他嗎 對 真的是害他 艾哈達迪就站在那邊 而且太高 真的艾哈達迪太高 不過先看這球 正如已經是刻意把這幅度拋起來了 艾哈達迪將近220公分了 加上他的移動速度又很快 艾哈達迪 就看你要不要來犯規了 結果投了一個airball 對 之前他已經刺一次暗規了 這次他又出角 我覺得艾朗隊打球 你不要看他們好像打起來試試問 可是他們打球也是蠻髒的 復原的程度很快 這就是我們覺得中鋒絕對很奇妙的地方 撒哈金 高調 艾哈達迪今天打真久 好 其實 阿哈達迪拿球在繼續之外的時候 他就是要分球 要出在亞警賽 對 所以你先把問題給跳出來 這也是我們辦窮吃杯 能想到說 這次楊警賽 楊敬明會不會帶去楊敬明 在亞警賽 都是可能跳電台很考驗的一個人 對 你會把自己的狀況調整好 你不能夠用很多藉口的理由 說我有傷 或是我說我還沒準備好 因為 你已經投入這樣的一個比賽 或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上了戰場 你不能說對不起我忘了帶了槍 對不起我忘了帶了鋼盔 這都不只成為一個理由跟藉口 多久 有些人 我為了 是不是 他